欢迎继续收看天天视频会 我想大部分人都有过住酒店的经历 洗漱用品一次性的 看着呢都觉得挺干净的 可是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污渍呢 北京新京报的记者最近就刚刚完成了一个卧底任务 在全国连锁的北京美豪富邦酒店 竟然发现了服务员用毛巾或者浴巾代替抹布 清理马桶上的污渍 姐姐 这可是提供给客人擦脸 还有身体的 还没有等记者把这个场景消化完 这位大姐直接拿了擦过马桶的毛巾擦杯子 您说这个恶心不恶心呢 据了解在今年315期间 杭州媒体也对当地的多家连锁酒店进行了暗访 发现很多快捷酒店的服务员都是这样打扫房间的 而这些连锁酒店的入住率都超过了百分之百 这让大家情何以堪呢 不过酒店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抹布 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细则 这几年呢就全靠着媒体去卧底曝光了 我想除了行业需要规范要求自律之外 我也特别想对这些服务员说一句 做人要厚道 您也要去外地住宿的不是